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最后一天上班日 下午三点半在凤山行政中心前的草地 举办了席别音乐会 现场有超过3400位民众前往参加 大家清一色的穿上了白色的衣服 戴口罩欢送市长还有市府团队 韩国瑜在致辞的时候强调 现任之后他将不会参与任何的职务或者是活动 在致辞的时候 更以清末百日为新著名的人物 谭四同的诗句 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婚轮 来比喻他此刻的心情 谢谢市长 谢谢我们韩市长带领的市府团队 摄身一举功感谢支持者 一年五个月以来情意相挺 高雄市长韩国瑜率领市府团队道别 感谢之外更多的事不舍 离开高雄对我个人而言 虽有万般的不舍 有一些遗憾 但是也献上满满的祝福 但是我没有愿由 我心中非常非常的坦荡 演讲时速度哽咽 支持者情绪被带到最高点 热情喊话与加油声不绝于耳 以古时周武王为例比喻市府团队之间同心同德 为团队平反更用清末百日维新著名人物 谭四同的诗句表达此刻心境 无论结果 自认问心无愧更强调下一步不会接受任何邀约 不担任职务不参加活动 专心成钱 我不会接受任何的邀请 或者任何的职务 也不会参与任何的组织 任何形式的活动 超过3400位支持者到场 这场毕业典礼对市长 对市府团队 甚至对支持者而言 不是永久的离别 期待有一天 韩国瑜东山再起 冲徽政坛怀抱 记者梁家伟王超群 SNG小组高雄采访报道 高雄市长韩国瑜的道别音乐会 现场涌进了数千名支持者 而且清一色的穿上了白色的衣服 来感谢韩国瑜的市政团队 还有支持者是特别请假 没有上班来参加活动 不少的支持者 纷纷为韩国瑜抱不平 还有人激动落泪 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接受 韩国瑜被罢免 这样好的市长 才做一年半被罢免 他又不是贪账玩法 作奸犯科 只是他不是民进党 就被罢免 这是什么民主 支持者气愤难平 怎么也无法接受 高雄市长韩国瑜遭到罢免 很不甘愿 就是他做得那么好 为什么要罢免他 他又没有贪污 雨带哽咽万分不舍 韩国瑜市长最后一天上班日 说什么也要排除万难 道场相挺 我们家原本一开始都有淹水 是现在他都没有淹水 就是特别今天下午还请假 想说要来感谢一下 韩市长对我们高雄做的付出 无形中空气品质是改善的 他这么用心在做 也才做一年多 我们不会觉得心痛嘛 对不对 我们今天大家都是请假来的 数千名支持者 今一色穿上白衣 塞爆道别音乐会现场 更准备了万民衣和万民伞 要送给韩国瑜当毕业礼物 但现场也有民众 带着连树输要罢免黄杰 甚至举牌要总统蔡英文下台 在这最后一天 支持者们以行动力挺 韩国瑜市府团队 记者五美声来一讯 SN日小组高雄报道 6月6号高雄市长罢免案通过之后 随即传出了高雄市议长 许昆仁均仁坠楼的消息 这几天 议会党团计划追视他为荣誉议长 没有想到争议不断 今天上午 他的遗伤发出声明 表示为了避免无畏的争端 就惋谢好意了 高雄市议长许昆源 6号坠楼身亡 消息一出震惊不少人 议会党团虽然协商诀意 将他追视为荣誉议长 但家属却在11号对外发出声明 简短的声明中写下 自己的丈夫连续担任 7届高雄市议员 先是合并后 做了两届议长 为民服务26年 相信他的贡献是民心中自有评价 为了避免无畏争端 惋谢追视好意 感谢高雄市议会 给予我们许议长 荣誉议长的这个殊荣 但是家属予于惋谢 感谢议会这份心 也感谢高雄市议会同仁 对于许议长后事的关心 那确实许议长生前的为人处事 跟主持议事上 我相信高雄市民 跟社会大众自有公平 事后议会也表示一切尊重 现在只希望各界能停止纷争 让家属早日走出伤痛 综合报导 给予议长生前的通知 中文字幕 亮之后 给予议长生前的一项 最后一项 是一个人的故事 感谢观看